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常跑进教室跟学生们一起上课 只是这位猫咪同学的学习态度堪忧 他上课公然睡觉 下课到处讨观观 虽然霸道任性 却超受欢迎 罗伴已经入学好几年了 差不多是2012年时进入学校的 当时还是幼猫的他被发现在校园里游荡 身边没有母猫的踪影 师生们平时会主动照顾他 其中一位教授三儿特别喜欢他 经常和其他三位讲师轮流给他买食物和生活用品 假日时会有校工给了本位食 他在学校中过得自在又满足 一是在教职员大楼定居 还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识别证 他经常跑到教室里 和学生们一起听课 大家也很欢迎这一位特别的同学 不过他每次上课都把讲师的话当成催眠曲 听着听着就躺在课桌上大睡 同学们看到后都觉得很好笑 随便找一间教室就能爽爽睡 前校师生都很宠爱他 睁之眼闭之眼放任他 只要他开心就好 现在了本的年纪逐渐大了 他终于从学校毕业 被教授妈妈带回家 这下他更自在 每天外蒙吃饭睡觉 生活很滋润 虽然现在不能在学校中看到 了本的身影 但还是能够透过脸书粉专关注他 他虽然一出生就没有妈妈陪伴 这是在人类的爱与照顾下长大的 跟其他流浪猫相比 了本其实很幸运 优优独播剧场